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七十集 李氏想起女儿 年纪轻轻 却一副老妇般 枯瘦模样 伤心难意 众人听了也是唏嘘难言 指责目光纷纷设想孙氏母子 更有人暗想 都不让夫妻俩睡在一起 如何教人家生儿子 真好一个刁钻刻薄婆婆 孙母被众人看得十分难看 纵使是面皮老厚 也不禁脸红了些 孙志高气鼓鼓低头而坐 闷声不吭 李氏恨意满账 大声道 你们这般苛待我儿 居然还想休妻 还想要陪嫁 我告诉你们 休想 孙志高冷笑一声 男人休妻 天经地义 你如何拦得住 李氏也抱一冷笑 从袖中抽出一张纸来举起 你那记为妾 有辱斯文 这是你那贱人在千金阁救护吉 你虽为他赎身 但却忘了烧着救吉吧 哼 她原是贱吉 我这就修书一封 连这吉一道祭去给你老师 和精灵学震大人如何 也将那些晨日与你吟师作对身们 看看你嘴脸 纵算不能格了你功名 你在士林民神 孙志高这次只真变了脸色 强子镇定 哼 独人风多了 明漫天下 鱼杭四子就个个都要出身 封城红颜之己 圣云笑道 不过人家可都没往家里拉呀 更别说还让他登堂入室 言语子嗣了 孙志高火冒三丈 却又不敢发火 同判大人就在外头 孙家族长一看李氏这架势 就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 今日之事看来是不能轻轻接过了 立刻转头劝孙志高 既然如此 但那女子生下孩儿 你就把她送了吧 没为了一个封尘女子不要妻子 孙志高文言忽然化身情圣 眼眶寒泪 这 这可万万不可 她 她 她卖意不卖身 实乃一青楼骑女子 隔间里品蓝滴滴骂了声放屁 明蓝忍不住叹气道 这很正常 从来骑女子大多出在青楼 平常人家出来一般都是良家女子 而这些骑女子通常都会遇到那么一两个嫖门英雄 上演一段可歌可泣真情故事 不过书兰没有明蓝这么想得开 听到这里 她空旷的眼眶终于落下滚滚泪水 咽着唇 无声哭泣起来 这时候 外头忽然进来一个管事打扮妇人 她恭敬走到李氏身边 递过去一大碟单具和一大串钥匙 一室拿过东西 微笑点头 孙氏母子一见此人顿时惊叫 辩妈 你怎么来这里了 那辩妈微笑道 我不过是跟着大姐陪嫁过去 本就是圣家人 有何来不得 转头对李氏道 太太 这是姑娘陪过去填产妆子 还有奴婢契 这是当初嫁妆单子 大老太太谋划了这么久 自然事事周到 孙氏母子前脚出门 留在孙家人手 立刻就动手 粗壮杂役挡住门口 管事婆子快速整理 打包香笼 奠及人马 把书兰架过去 一切连人带东西都带回了圣家 孙母一跳三丈高 几乎扑过去 好你个圣李氏 你居然敢抄我们老孙家 那都是安家东西 你快还来 我 我和你拼了 说着便要过去抓李氏脸 旁边仆妇连忙拦住了 在场仆妇 在场仆妇都是李氏心腹 见自家大姐受辱都暗自气愤 只听扑通一声 也不知怎么回事 孙母脚下一半 结结实实跌了个狗肯迷 孙志高连忙去搀扶 只见孙母咬着了石头 揭拔着说不出话来 品蓝明蓝心里大事爽快 李氏一仰手冲气 冷哼道 哼 陪嫁丹子在此 我可没拿你们孙家一针一谢 倒是少了几千两银子 和许多首饰 也算了 便当作是我儿祝你家三年花用吧 哼 你若不服 要打官司 我也奉陪 孙志高怒不可遏 大吼道 他嫁进来 生是我孙家人 死是我孙家鬼 他懂些自然都些孙 什么你我 都是孙家 沈云大笑出声 指着笑道 哈哈哈哈 我虽不是读书人 但也听说过 剑鸟兰撕骏马 既然我侄女这般惹你眼 你又何必留着他东西 岂不赌物私人 哦 莫非 沈云拉长身影 一脸恍然大悟 莫非我们幼阳第一大才子 舍不得钱财 这可就太俗气了哟 孙志高被堵住了 跟脖子老粗老红 面目几乎扭曲 他那一众人都劝来劝去 一时没个消停 这时 久久沉默的大老太太 忽然开口了 各位父老乡亲 请听我老婆子一言 众人方渐渐静下来 大老太太沙哑身影 慢慢道 我们圣家在幼阳这地界上 以数代 自老太公算起 与各家都是几代好 并非我圣家女儿 嫉妒不容忍 而是 而是 唉 大老太太 大老太太常常叹气 神色哀怯 李家一位宝掌拱手道 老太太 莫非有难言之隐 尽情说来一二 大老太太 惨然道 几十年前 我们圣家门里 也敬过一个封臣女子 那之后事 各位叔伯兄弟 也都是知道 我那大妖头红儿 那时候还不足十岁 维尔他爹 为那女子闹得情家荡产 连着祖宅 大老太太指着头上屋顶 金也卖了 当初大老太爷 宠妾灭妻事 可是远近闻名 但凡尚点岁数人都知道 在座骑老 都是经过那时 眼见着诺大家产 一点一滴 被抵进荡光 这件事 被无数家长拿来 做典型案例 训斥儿子 少逛青楼之用 大老太太忽然打出杯琴牌 孙氏母子立刻摸不着头脑 只听大老太太 惨淡着神色 继续道 亏祖宗保佑 各位叔伯父老扶持 我们母子这些年 熬出了头 这才赎回了祖宅 我闭上眼睛 堆得起九泉之下 列祖列宗 老婆子这里 谢过诸位了 说着大老太太竟站起来 要给在座挤老行李 众人忙都站起来拦住 连声不可 盛围在右洋名声很好 不光是他抚恤孤老 修路铺桥 更是他复兴家业故事 很有励志意义 大老太太励志身子 决然道 赎回这祖屋那一天 老婆子我 对着老天立誓 族中其他人 我管不着 可烦我这一只 无论男丁女眷 绝不与昌门女子来往 若为此事 老婆子我 不得好死 死后坠入十八层地狱 叫牛头马面 拔舌头 下油锅 斩钉截铁 几句话 众人 巨石一惊 心里道理解起来 人家当年 被一个封城女子 弄得几乎 家破人亡 现在 你叫人家闺女 和一个五姬 护成姐妹 气不欺人太甚 几句话下来 堂上的气氛 已经变了 不说都向着圣家 却也无人 为孙家说话了 孙氏族人 只能静坐不语 孙氏母子 也开始暗自发慌 这一顶大帽子扣下来 他们十分被动 这时 大老太太 忽然又放柔了身影 徐徐叹气道 你们孙家难处 我也晓得 好容易有了后 如何舍得放手 且至高又与那女子 有情意 可我圣家女子 又是断断不能和那女子 同一个屋檐下 众人都拉长了脖子 抬着头 等着听 大老太太继续道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就让他们和离了吧 当初书丫头带去陪嫁 留下一半在孙家 也算全了你我两家 一番姻缘 如何 这话一出 全无人 拥都是松了一口气 孙组长立刻大声道 到底是老太太生命大义 如此 自是再好不过 两家人也不可 伤了和弃 知高知 V说呢 明兰暗暗叫绝 这大老太太平日里 看着木那沉默 没想到一出手 如此不凡 整场事件 角色丰沛明确 节奏控制得当 感情把握和离 一步一步 掩杆入圣 自编自导自演 实在是人才呀 人才 孙志高心中有自不甘 觉得憋屈 孙母也不肯罢休 书兰那些嫁妆 她出出就盯上了 要不是跟过来 几个婆子厉害 她早就一口吞了 如今叫她吐出半口来 如何心平 李氏看了这母子俩一眼 大声道 若是不肯 咱们就衙门见 把你那人拖出来游街 叫右洋县里大伙 瞧瞧孙的才子德行 孙志高最是要脸面 文言变了横倒 合理便合理 当我稀罕吗 反正有一半陪价在手 也算不少了 盛围沉着脸 立刻请外头通判老爷进来 连同那两个路士 低声说明一番 便立刻当堂写起来 随后李氏拿出那张陪价单子 孙母还想细细看 挑些好东西 孙志高当着通判老爷面 如何肯落人口舌 看也不看 把那单子对半一丝 丢下半张 李氏又道 陪去圣家下人 都是家身子 我们如今是养家人了 也不好叫人家骨肉分离 这样吧 我家银子补齐了 人就一个都不留了 说着从秀中 拿出几张银票递过去 站在当中几个族人齐老 瞟眼看过去 每张都是一百两面额 似乎有四五张之多 都按抚 圣家倒是后套 这些银子买多少人也够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